民众在生活中一旦遇到要迷失等任何要处理的问题 其实都不用先跑到法院 究竟就可以到信庄的调节委员会 因为在这个地方有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 而区长朱思荣也特地安排行程来造访 除了感谢热心为民服务的委员以及律师之外 同时也提醒民众要善加利用 信庄区长朱思荣走进调节委员会办公室 向这群工作人员还有热心为民服务的律师问候寒暄 并且道出了心中的感谢 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呢 除了由我们市府派遣驻新北市职业的青年律师团的律师来轮职之外呢 也有我们特聘的律师来协助新庄的所有的好朋友 来解决这样法律上面的疑问跟咨询 那也希望大家多多利用 很感谢我们这些律师呢能够用他们自己的时间来提供我们市民这样子的服务 信庄调节委员会办公处所就位在区公所市楼 主席陈谢美玉则是向区长介绍了跳舞会主要的服务功能事项 万一民众遇到包括民事纠纷等任何需要处理的问题不用跑到法医院 究竟先来这个地方请求专业的律师免费为他们做咨询服务 在地新庄人的于清博律师则说到能够加入这个服务团队一定会全力以赴将法律资源提供给需要协助的民众解决问题 借由这样的一个法律资讯服务我们可以提供一般的民众对于这个法律知识上的一些缺乏给予他们一些专业上的协助 那因为我本身也是在新庄土生土长也是当地在地的职业律师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法治局所筹划的这个青年律师服务团 在各地的新庄区公所的一个调解会来提供民众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免费的法律咨询的一个资源 调委会有新北市青年律师服务团之外 同时还有在地最优秀的委员们提供免费的咨询欢迎善加利用 记者黄又贤新庄采访报道